當然中國是跳腳啦 可是呢這個像馬英九也跳腳啊 趙好康跟講說 上次裴洛西來 我們的那個海峽中心都不見了 這次台灣會不會連海岸線都不見了 捷克這個準總統帕維爾很帥 他是將軍退伍的 他是北約的將軍 在北約軍委會裡面擔任將軍 退下之後還擔任軍委會主席 而帕維爾呢 當選了捷克最新這任總統 三月就要就任 所以是馬上就任 我們要隔很久喔 就任前他只打兩通電話 第一通哲倫斯基 第二通蔡英文 台灣現在在全世界關注的重點 而帕維爾也講得很清楚 他要打這個電話之前 中國跑去恐嚇 之前恐嚇捷克的前議長 恐嚇到人家心臟病發死亡 所以中國對捷克 以前是很有控制力的 所以施壓要報復 帕維爾不只不理他 帕維爾在前幾天的晚上六點 跟蔡英文總統聊了十五分鐘 那這聊十五分鐘 呈現出的就是 作為一個捷克的新總統 支持民主 對抗威權 他就表現態度 在跟這一個 折倫斯基通話對抗了當時俄羅斯的侵略 跟台灣通話 他講了什麼呢 你知道這兩天中國的那小粉紅啊 外交部在那邊跳說 你騙我 你不是跟我說 你不跟蔡英文講電話 他們都崩潰了 我是覺得動了一副 好像大家都在追蔡英文一樣 在打電話 你在吃醋是不是 那帕維爾回了一句話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我做我認為對的事情 不干你的事 這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對中國這種無理的干擾 最正確的回應 那除了這以外呢 Philip Davison 菲利普戴維森 他不僅僅是前印太司令 他才剛卸任不久 這才是重點 有時候 那個退休很久的 比如說我們台灣有的退將 不是當了立委嗎 他跑去中國聽習近平啊 講話什麼的 我們覺得不喜歡 覺得討厭 但是我們在情報上比較不擔心 就是他離開很久了 Davison 他是從二零二一年 才離開印太司令部司令 而印太司令部負責的就是 台海安全是他的主責範圍 所以他有最直接的情報 最多的資訊 以及所有的防衛因應計畫 都在他腦袋裡面 那他曾經提出說 中國可能在二零二七年犯台 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 全世界應該要強化 那條紅線就是 中國踩這條紅線 你會倒大煤 而且你不會贏 也在他印太司令的任內 要建構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的長層導彈 美軍的長層導彈 攻擊中國源頭的能力 是在他任內開始提出的 那這次率團來呢 跟臺灣除了建總統以外 他蠻低調的啦 他跟大家交流了主題 看他背景就知道 聊臺海安全 聊中國威脅 聊印太的和平穩定 以及美軍相應的作為 美軍現在在臺灣有很多訓練計畫 對 那很多訓練計畫 是從他當印太司令的時候 就開始了 他來會不會去見他的美軍弟兄們 我不知道 但是他他的麾下在臺灣的 是有人的 有人退伍了 用民間的身份來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他退伍下來之後 擔任智庫研究是日本跟周邊海域的安全議題 所以他裡面有個重點 他也要談談美國日本臺灣 不管是情報共享 或者共同安全的議題 那我在右期的節目多 也不算爆料 就我瞭解 美軍的前印太司令來臺灣 戴維森之後應該還有 還有嗎 他不是 他不會是唯一的一個 那至於是誰 什麼時候 這個就讓相關單位去處理 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軍事領域之一 大概就是台海了 臺灣很重要 臺灣的存在影響全球的利益 臺灣安全 大家安心 臺灣不安 大家倒楣 所以誰讓臺灣不安 大家的公敵 就這麼簡單的邏輯 所以他們都會來 那在這裡面 麥卡錫 麥卡錫 我去年九月去WASHINGTON DC 那個邀請函 我那時候送過去的 我代表院長送過去的 我去 我大概九月初到那裡 然後一天我就從美國飛回來 當時送了七封信 一個送給裴若曦 謝謝他八月份訪臺 那當時邀請他不是因為他是議長 而是在七月份討論 裴若曦訪臺 各國的正反意見不一的時候 當時麥卡錫 還在準備選舉連任 他說如果我連任了 如果我當國會議長 我明年春天 我就主團訪問臺灣 那個明年春天 就現在的春天 是那個去年七月講的 那因為他表達這麼大的善意 臺灣的外交 我們國家利益是bipartisan 就是跨黨派的 所以裴若曦民主黨的 我們謝謝他剛訪問臺灣 我們也送了一個邀請函 給當時的少數黨 也就是共和黨的柯建民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 送了一封信給他 那現在他已經就任這一個國會議長 美國的第三號人物 所以美國自己又釋出一個消息說 他好像要來臺灣 而且說他已經在著手準備 希望春天就能來啊 你記得上次是誰洩漏 那個裴若曦要來臺灣的 是誰 是拜登啊 這是拜登 是行政部門洩漏的 這一次他好像也是那邊 洩漏出來的 我覺得他會不會來 我們尊重美國的決定 我們很期待啊 臺灣有權力自由的接待 來自全球的好朋友 不管是誰 全世界的好朋友也有權力 選擇適當的時候 自由的來訪問臺灣 這裡面不容中國說三道四 所以在中國在那邊喊啊 你要鎖這個規則 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會威脅恐嚇臺灣 企圖用威脅臺灣 來恐嚇美國眾院議長麥卡錫 不要訪問臺灣 我看過世界最愚蠢的外交者 這一種 你不講話 大家還可以協調 你一講麥卡錫不來不就怕你了 是啊 那你一講不就美國外交政策 可以讓流氓恐嚇成真嗎 美國一個原則不跟恐怖分子談判 你這種行為叫恐怖分子 那比較遺憾的是 這個外中國對我們怎麼樣 我們大概都知道了 我們就好好團結對付就好了 比較遺憾的是內部 對 馬英九也好 趙少康也好 他們一個理論就是 哎呀 你來齁中國會生氣 中國生氣我們會倒楣 所以拜託你不要來 當流氓威脅我們的國家 你的做法是好朋友就不要來了 然後告訴家裡面的人 乖一點 我們就聽流氓的話 乖乖聽他的話 不要惹他生氣 這一種其實不僅沒有出息 更嚴重是導致很大的危險 什麼危險 當流氓國家發現 我用軍事威脅你 可以改變臺美之間的外交 臺美之間的互訪 那他下次怎樣 加碼演出變本加厲 那至於美國 現在國會有很多聲音 包含提案就是要承認 臺灣的主權地位 是不是建交 我覺得不會那麼快 但是美國參眾兩院都在提說 你不能一面支持臺灣 明明臺灣就是一個國家 叫中華民國也好 在中華民國臺灣也好 叫臺灣也好 兩千三百萬人 就不歸北京管 所以他們有提了很多法 其中一個法案很有趣 叫做不歧視臺灣法 不歧視臺灣法 這個法其實我有感覺 我常在國際上跑 我們的專家坐在會議室裡面 會被中國的官學者 跑去跟主席抗議 趕出去 意大利趕出去 有些根本連讓你門進 都不讓進去 為什麼我被邀請來的 中國就把我們趕出去 那種屈辱 沒有主權化 所以他提了一個叫做 不歧視臺灣法 就是美國不能歧視臺灣 主權象徵 你不能其他國旗 國旗要可以掛起來 我們軍人可以穿軍服 到美國的政府單位 臺灣在美國的 這個政府的代表 就是政府的代表 你不能把他當作準民間人士 這個可能實行機會 就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全球 我倒不會講說挺臺為中 而是全球知道臺灣的重要 全球知道中國的危險 而全球發現團結對抗二施力 是大家的共同利益 所以我們要來看